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塔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经典的意大利油醋酱 可以搭配沙拉或者是粘面包,都很好吃喔! 像这样的前菜,自己在家做,超简单的喔! 香芹先刨去出丝,这样口感会比较细腻 然后切对半 再切丁 小黄瓜,切对半 把这个纸去掉 纸是可以吃的喔,只是去掉的话沙拉会比较美观一点 切成丁状 沙拉的洋葱我喜欢用紫色的洋葱 没有买到的话,用黄皮洋葱也是可以的 洋葱这样横着切就是逆纹 像沙拉逆纹切,比较容易释放出呛辣味 洋葱这样直直的切就是顺纹 通常炒的话我就会顺纹切 把切好的洋葱放到冰水里面来,浸泡30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洋葱的呛辣味 然后准备一点小番茄,大概6-10克左右 现在是芒果剂,加一点在沙拉里面混合好吃喔! 芒果你只要沿着它的果盒去切它,它就会很好切 边边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切法 像这样削一削,果肉都下来啰 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的话,可以整个拿来啃喔! 先切一点柠檬 苹果的氧化速度很快,我通常会把切好的苹果泡在柠檬汁里面 这样就可以预防表面氧化了 再来是意大利油醋酱 建议做油醋酱要用比较好的初榨冷压橄榄油,这样味道会比较好喔! 有人会加一点蜂蜜,不过巴萨米克醋已经有甜味了,我就不加了 我觉得意大利油醋酱最好的比例是醋1橄榄3 大家不要觉得橄榄油好多好油喔! 其实好的橄榄油是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增加好的胆固醇 我自己会再加一点点的甘甜酱油提味,然后一点海盐 现磨的黑胡椒 如果你喜欢有蒜味的话,可以再加一点蒜泥 这样搅拌一下就完成啦! 醬汁要吃多少呢?调多少?不要一次做太多喔! 然后汆烫一点鸡松肉 撕成鸡丝 也可以一次煮多一点 没有吃完的鸡松肉 可以盖上一张保鲜膜,放在冰箱保存着 隔天带便当也一样好吃喔! 现在我们可以来组合一下蔬菜水果了 然后这个洋葱拿起来瀝干一下 盖上一张保鲜膜 像这样摇一摇,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然后是鸡胸肉 拌一下底部的柠檬酱汁,会让鸡胸肉更好吃喔! 装盘的时候可以在盘子上铺上一点生菜 然后在这个生菜上面撒上一点海盐 还有初榨冷压橄榄油 放上刚刚做好的鸡胸肉水果沙拉 你可以再加一点蓝莓或者是黑橄榄都可以 这么漂亮又好吃的沙拉就完成啦! 再搭配一杯气泡饮或者是气泡酒都很棒喔! 最后要吃的时候再淋上意大利油醋酱 喜欢吃起司的人跑一点帕马森干洛就更完美了 好啦,节目又到了尾声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byebye!